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IDB是一个面向工业物联网的高性能轻量级时序数据库 它发起于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 2017年3月在GitHub公开 2018年11月经投票进入Apache孵化 2020年9月经投票晋升为Apache顶级项目 2021年1月华为MRS启动对LTDB的产品化增强 2021年6月华为持续参与原码贡献 成为LTDB的Committer 2021年6月30号MRS LTDB发布POC版本 2021年9月30日MRS LTDB发布商用版 MRS LTDB是华为Facial Insight MS大数据套件中的实际数据库产品 在深度参与Apache LTDB社区开源版的基础上推出的高性能企业级时序数据库产品 自LTDB诞生之初 华为就深度参与LTDB的架构设计和核心代码贡献 对LTDB集群版的稳定性 高可用和性能优化投入了大量人力 并提出了大量的改进设计和贡献了大量代码 Apache LTDB始于中国高校 历练于工业用户 成长成熟于开源社区 开源版底层无任何第三方依赖 百分之百字眼 MRS LTDB荣获2022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目奖 近年来 随着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算的飞速发展 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面临着无形讨厌 2016年开始 公安部回同民航局国家电网组织开展了网络安全攻防深度演练 这次之后 华卫云官网连续了三年承担把新角色 承受着外界的网络攻击 华卫云所有产品也将面临着安全考验 华卫云秉承着安全第一的原则 同时强力保证稳定性 发力性能抓手 打造及安全稳定性能于医生的产品 接下来我将从两个部分去讲述 第一个是社区贡献 从社区贡献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主要发力点在于 第一个是性能提升 第二个是功能提升 在企业级增强方面 刚才也给大家也讲到了 我们是注重安全第一 然后可靠性第二 然后性能紧接着 然后我们下来就讲述企业级增强里面的安全 还有就是可靠性 还有就是我们的技术增强 首先我们看一下社区贡献这方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性能提升部分 我们在社区集群版中 我们遇到了性能问题 当时是和其他数据库进行对比 然后发现了一些在单点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此我们展开了一系列的性能优化 我们通过性能工具分析条优和代码架构分析重构 我们识别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并进行了优化 首先第一个 墨指线程浪费 我们将墨指线程进行减少 建立了线程浪费 第二个 我们优化时间范围查询 根据数据分布情况进行合理的时间拆分 保证查询高效性 第三个 在原数据拉取方式我们进行了重构 我们从lader中进行原数据获取 保证了原数据的一致性 第四个 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优化 我们进行了批量的处理 在批量创建和批量查询的情况下 我们将同一个数据分布的分区进行批量下发 相同时间分区的读取放在了一个rader里 为同一个序列的多个分区构造了一个rader 并且增大了并发访问速度 减少了资源浪费 下来是一个优化的路由间隔时间 紧接着我们提供了中等一致性 我们在一定的Lag范围内进行查询结果的返回 减少等待时间提升查询速度 我们优化了线程池 减少了线程的 创建和消耗销毁带来的时间 解决了并发问题 以上的性能优化 我们都进行了性能测试 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 我们发现查询性能提升了20% 毛次降低了30% 以上的优化我们均以贡献给了社区 下来我们进行功能增长介绍 首先我们支持了输入录的操作 然后查询每一个节点的状态 我们提供方便运为管理 第二个我们在MPP架构下面 我们进行了原数据操作 我们依靠MPP架构的性能和稳定性 提升原数据操作本身 第三个我们支持了原数据缓存 提升查询的效率 第四个我们支持数字节点的操作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大的特性 为了保证分布式事物 我们提出了procedure框架 提供统一的状态管理接口 通过状态调度和回滚 实现业务的顺序性和最终状态一致性 多个状态调度配合客户端能询与从事 可以用于应对故障场景 下来是支持conviglue的扩松功能和datalue的扩松功能 接着是对conviglue的RPC server进行存构 和支持删除存储组组和scammerpartition的一个策略优化 以上的功能均匀共享给 Apache LDDP社区 提供了社区的功能的完整性 加速社区新版本发布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bug修复 也贡献给了社区 接下来是一个企业级增强的介绍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认证传输密码的安全 下来是备份恢复 磁盘热杀拔 IPv6 滚动重启 多IP 产品化 和多模融合分析技术 我们首先看一下安全问题 我们都知道 社区版提供了 简单的用户名密码认证安全 安全级别较低 容易被破解 这将给客户的安全 造成很大的 再来 因此我们提供了 安全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了 Shrift加Kerbos的安全机制 让Shrift跟Kerbos进行结合 将多个实例之间 采用Kerbos认证 客户端和DataLuke之间 同时支持 Kerbos认证和用户名密码认证 既兼容了 社区的用户名密码认证方式 也同时支持Kerbos 我们采用单端口 多认证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 Ltb它本身支持 将tsfile文件 存储于 hdf上面 Ltb也支持和 Spark Flink Hell 等 海杜甫生态圈 进行 连接 因此 Ltb增加Kerbos认证 能够和 Handle普圣诞圈 进行无缝对接 接下来 可能有朋友会问到 增加了Kerbos认证之后 对整个Ltb的性能 有没有什么影响 或者影响大不大 首先我们进行了 性能分析 我们都知道 Swift是一个长连接 在Ltb中进行使用 它经过一次认证之后 然后多次使用 在使用关闭之前 都不需要再次认证 第二个 我们进行了密码缓存 定时过期等机制 保证了认证的速度 和安全性 可以加速认证访问 然后经过我们的 大量测试发现 Swift加Kerbos认证机制 对性能 基本上无影响 和开源用户的 用户名密码方式相差不大 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放心使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传输和密码安全 目前我们遇到的问题 开源Ltb 它密码使用MD5进行加密 容易被破解 并且在编端云数据传输过程中 没有进行数据加密 如果一旦被 从网络层面进行窃取 数据将进行丢失 因此我们重构了 社区的加减密模块 将加减密模块和 使用模块进行分开 此套性已经贡献给 社区 紧接着 我们提出了一种 非对称加密算法 SHA384加密 接着我们实现了 SWRift和SSL加密 数据传输过程中 可以使用SSL加密 来进行传输 可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同时我们支持 可以通过配置 进行SSL加密的开关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是我们的 LTB 客户端和服务端的 一个交互 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 客户端到服务端 是通过 Corpus和SSL加密 进行保证 然后 服务端的各个实例之间 DataLoad和DataLoad之间 DataLoad和CompersLoad之间 并且CompersLoad和CompersLoad之间 都进行了Corpus和SSL加密 这样就可以保证 每一条数据传输连路 都进行认证和加密 能够很大程度的保证 客户数据的安全性 接下来是可靠性的 特性 首先我们看一下 备份恢复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服务器发生 灾烂性毁灭后 数据就会丢失 怎么去能够保证 在服务器发生 这种回坏情况下 数据还能够恢复出来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备份恢复 首先我们将数据 备份到远端HDS上面 然后恢复的时候 从远端HDS上面将数据进行恢复 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方案 具体的细节 实现是这样的 在备份层面上 我们实现了 tsfile的数据快照 和数据回收站功能 这样能够保证 数据在传输过程中 不会被删除 第二个 我们实现了周期备份 和定时备份任务 可以通过周期备份任务创建 进行周期性的备份 和定时任务创建 进行定时的任务 备份 第三 可以按照存储组设备 等离度进行数据备份 按照数据的重要级别 进行备份 可以划分数据的备份层次 恢复的时候 我们从远端 fts上面将数据进行拉取 然后加载到ltdb中 这张图是我们做的 可视化备份恢复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提供了 一键式的备份恢复操作 可视化的备份恢复界面 客户可以通过 界面勾选 和操作来进行备份恢复 这样大大增加了 备份恢复的一个变静性 接下来我将讲述的是 另外一个可靠性功能 磁盘热插吧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到 为什么要做磁盘热插吧 磁盘热插吧的意义在哪 然后我首先讲述一下 磁盘热插吧 首先ltdb它支持磁盘的多目录挂载 这是它的一个前提 紧接着 ltdb中有大量的compact 和大量的写入操作 在compact和写入操作的过程中 会进行磁盘的 写入和删除 这样会增大 磁盘的损坏几率 第三个 磁盘损坏 在大数据场景下 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 因此 我们要进行 磁盘的更换 要怎样去保证 在磁盘的更换过程中 能够保证数据的不丢失 和业务的正常使用 这将是一个难题 因此 我们提供了磁盘热插吧的解决方案 首先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怎样去识别坏盘 首先我们提供了一个 磁盘异常检测机制 我们定期周期性的 收集每个磁盘的异常次数 超过一定预知之后 我们就认为是坏盘 要进行坏盘隔离 也可以手动触发磁盘检测 来进行坏盘识别 下来 我们提出了磁盘隔离机制 首先 我们识别到坏盘之后 我们要进行坏盘标记 标记出来 哪一个盘是坏的 然后 我们要进行坏盘隔离 隔离的时候 我们要对坏盘所在的节点 进行隔离 这个时候要分情况 要分 当这个节点是Lader节点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Lader切换 将Lader变成Follow 然后 如果是Follow的节点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去关注 它的查询和写入 查询的时候 我们要将其他节点 发送过来的查询路由 然后路由到其他节点上面 不让此节点进行查询 这样就能保证 此节点的查询请求和写入请求的一个隔离 接下来我们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将坏盘进行隔离了 怎么能够将坏盘中的数据 进行补齐 比如说 我把坏盘修复好之后 然后是个空盘 我把空盘插上之后 怎么能够让空盘中的数据 能够补上来 就是以前 坏盘中的数据 能够在空盘中自动补齐 这将是一个难题 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磁盘分区策略 这种分区策略 能够记录 当前哪个盘下面 存储的是哪个存储组 哪个分区中的数据 第二个 我们提出了一种副本自动补齐的策略 我们通过创建快照文件 保证传输过程中 文件不被删除 我们将快照文件打包发送 减少RPC次数 降低网络拥堵 第三 我们增加了中断续传 重视等稳定性机制 保证传输的可靠性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可靠性的特性 IPv6 很多朋友肯定知道IPv6 也用过IPv6 在这儿我大概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支持IPv6 我们大家都知道 IPv6具有更大的地址空间 我们随着当前 我们科技的发展 随着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 5G的快速发展 网络应用 对IP地址的需求 呈现爆炸式增长 而与之相对应的 IPv4地址 分配将耗尽 因此 我们要 将我们更多的应用 去适应到IPv6上面去 还有一个 IPv6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可以对网络层数据进行加密 这样能提高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紧接着 IPv6它具有传输速度快的优点 能够提升网络传输速度 提升应用的用户体验感 因此 我们就要去 在LDB里面去支持IPv6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 我们增强域名解析 对LDB中 多个角色 Config Load和Data Load 中每一个IP进行增强解析 同时 让IP区域兼容 IPv6和IPv4 紧接着 我们要增强域名校验 我们要让域名校验 在IPv6和IPv4中 同时支持 同时兼容 这样就能达到 IPv6和IPv4同时支持的效果 并且我们进行了大量的 IPv6的测试 能够保证 我们在IPv6 上层业务 然后有朋友就会又问到 为什么要去支持滚动重启 滚动重启的意义在哪 我今天将讲述一下 我们做的意义在哪 因为我们在一些连续性要求较高的一些业务场景下 比如说银行的实时采集分析场景和电网的实入库场景下 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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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要求业务不中断 但是 我们因为 服务的配置修改 生效 升级等场景 不得不重启服务 那么就要去支持滚动重启 此功能能够保证 业务连续性 保证客户切身利益 满足客户需求 我们在社区LTB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目前重启会导致业务短暂中断或者失败 因此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增强读写流程 故障读写转移 我们在读的时候 将请求转发到 其他两个副本所在节点 我们在写的时候 服务停止之前 或者节点停止之前 需要将当前节点所在的 共识组的LADER进行转移 转移成功后才能停止进程 紧接着 在ConfigLADER的层面上 ConfigLADER在一段时间内 收不到某个DLADER的节点的心跳的话 那么将会将此节点进行隔离 其他节点将不会向此节点发送全球 只有当DLADER启动后 重新注册到ConfigLADER发送心跳之后 将此故障节点进行恢复 然后此故障节点能够进行提供卢写服务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可靠性的场景 是多IP在GDPC的场景下进行支持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客户端可以连接到任意的DLADER上 如果一个DLADER发生故障后 服务将中断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我们支持UIL中配置多IP 客户端进行多IP融栽处理 如果一个IP不可连通 将切换到下一个IP上 我们随机连接一个IP 可以进行负载均衡 减轻单点故障 如果一个节点发生故障 客户端可以进行下一个IP重视 它带来的意义是 单点故障不影响上层业务 增加服务的可靠性 下来是我们的LDB产品化运维增强 我们提供了一件事可视化的运维 包括安装、卸载、启停、配置 客户端、监控、告警、健康检查、日志等 我们日志级别可视化配置 实时动态生效 我们当前支持配置五种日志级别 日志文件大小、日志路径 修改后保存配置机生效 无需重启服务 我们支持配置在线更改 通过界面去更改配置文件 然后一键保存生效 提供可视化日志下载 通过Facial Insight Manager运维界面 可以选拨日志下载 并可以选择下载节链 以及下载的日志时间段 无需登录后台下载日志 第三 增加审计日志 社区只有在一个运行日志中 进行日志保存 我们增加了审计日志的单独保存 增加审计日志的DDL 安全业务操作 等内容的记录审计 可以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安全 第四 我们支持日志在线检索 日志在线检索 可以选择节点 关键词 时间范围 日志级别 过滤条件等 接下来是一个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多摩融合分析技术 我们的Facial Insight MIS 时序数据服务 多摩关联分析技术的 一个背景 我今天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特性背景 时间背景是怎样的 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关心 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界面上的这张图 就是我们开完的LEDB的话 它目前支持的 通过卡夫卡 Flink进行处理 通过Spark进行处理 通过采集 采集工具来进行采集 但是它唯独缺乏的是 第一个 LEDB是持续数据库 它没法去存储 非持续数据 然后有很多客户场景 需要去存储 使用非持续数据 怎样能够将 非持续数据和 LEDB中等的持续数据 进行惯量分析 这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景 第二个 LEDB它本身 它不支持多个序列 进行Drawing Drawing功能是一个 我们所有查询中 非常常用的 包括客户去分析功能中 很经常用到的一个 一个特性 一个功能 因此 通过 实际数据库 可以弥补 第三个 我们要去打造一个 实际数据库场景 数据一旦落库 不需要再搬迁 和进行分析 我们期望的效果是怎样的 就是利用MS 我们合图的能力 可以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 和实际数据进行 联合分析查询 紧接着 我将会讲一个场景 和案例 这两张表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这张表的话 是一个 我们的围表 就是存储在 其他数据源上面的 围图表 然后右边这张图 是我们存储在 LTDB中的 序列表 实际表 我们客户场景是 要把 在某一个时区 一个月内的 用电量平均值 左边这张表 是里面存储的是 电表的 用户的信息 电表所属于用户的信息 比如说是用户的身份证 省份 还有城市 还有它的那个 具体的门号 然后右边的这张图 是我们实际库中的图 它存储的是 它每一个时刻 这张 这个电表 所存储的 所采集的数据 比如说 我们在 2022 1月份 11 2022 这个时刻 采集上来的 我们在某一个电表中的 电量信息 我们要去把这两张表 进行一个 灌篮分析 在目前的 IODB的 实际库里面 是做不到的 因此我们通过 MIS 实际数据服务的话 可以做到 将这两张表 进行 关联分析 我们原始的解决方案 就是通用的解决方案 是将这两张表 数据进行过滤 然后经过二次开发 在内存中进行分析 然后将二次 加工的 结果进行一个落盘 到非实际数据库中 然后 提供给客户进行查询 这样就会出现 数据的 冗余 数据的搬迁 数据的一个二次加工 然后我们 MIS实际数据服务 提供的方案是 使用一条塑口 就可以将 不同数据源中的 不同结构化的数据 进行分析 然后数据一旦入户 不需要二次加工和搬迁 就可以使用 减少数据的一个荣誉 为客户节省成本 以上是我们的 企业级的特性 我们之后会逐步将 企业级特性 贡献给社区 提升我们 阿巴奇LGB的 影响力 谢谢大家 阿巴奇LGB的